6創意健康店 欢迎收听圆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言 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袁先生 你好 Hello Della 你好 大家好 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关于甲状腺过度活跃症的自然疗法 什么是甲状腺过度活跃症呢 是一些学名叫甲抗 或者我们小时候听到有些叫大颈抛症的症状 一般事实上来说 很多是比较年轻的女性发病率会比较多 大约是二十几岁至四十几岁 我记得我小时候也有女朋友发生了这个问题 当时看到她的颈部会脏了 眼睛又凸出来的情况 我们认识的有些艺人之中也有这个症状 一般在西医方面来说 最初可能都是吃药 或者就要开刀做手术 割了甲状腺 是不是 袁先生 成因是通常是怎样的呢 那甲状腺其实都挺普遍的 相信大家都认识的人 通常有些人看到大颈抛症的 所以我相信大家 很多人都会有认识的朋友 或者亲戚里面 都会患过这个病的 但是你会看到 大部分你们的认识多数都是女士的 是的 而实际上呢 女性患这个甲状腺 甲状腺抗症 其实是甲状腺的意思 是多个男性 就是差不多是八倍的 都是年轻的 二十岁到四十岁之间的 通常呢 那个甲状腺的病者 那个症状呢 就会觉得个人就很紧张 很紧疹 常常容易发紧疹 那 还有呢 就会出汗 心跳 失眠 那人呢 有点震震一下 手脚有点震 那还有呢 大便就很频密 而且有时候呢 不知为什么呢 那个体重呢 是降得很多的 很急的 就是不是因为它减肥的 那 那还有其他症状呢 就是在肉体方面 那你会看到呢 那个颈那里呢 那个甲状腺呢 有点是脏了一点的 OK 摸下去好像 好像肿了一点 脏了一点的 那还有呢 那个蜜蜜蜜呢 就会跳得很快 尤其是运动之后 小小运动之后 哇 跳得很厉害的 那也都感觉自己的 心跳声音 心跳声音 很响的 那 当然啦 如果慢慢的 可能有些 眼有点凸 还有眼盖 有点揭起 这些感觉 那 那接着来来呢 有其他呢 比如好像肌肉变得比较软弱 啊 肌肉容易累 容易焦虑 而且很怕热 啊 还有呢 就有些水肿的 那肌肉有时候呢 都经常都感觉 有一点点湿湿啊 暖暖啊 嗯 那种那种感觉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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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呢 很容易出汗 因为自己的身体呢 就觉得很 很热的 那也有一种色素的症状 这个不是多的,有些人就会出现白斑或者白蚀 有些地方,四肢皮肤的折位就发现有些色素是加深了颜色 可能变白,有时候在手指的关节位,knuckle 这些地方 还有,发现头发就开始稀薄,脱头发 有时一大大脱,有时就广泛性脱 也看到指甲是严重的,指甲就开始脱离 脱离手指肠那里,当然很多时候,人们一遇到这儿 都会知道,我会不会是大颈泡,去找医生去看看 当然,基本上,医生会帮你立即炎血 你可以看到,甲上腺素T3、T4都比较高 所以这个是一个,挺容易找到 不是那么容易判所症 一时回答过后,都会知道 其实这个属于一种自身免疫病 身后,自己的身体产生抗体 对付甲上腺本身的受体阻挡了它 即是属于一种自身免疫病 好了,为什么会有这种病出现呢? 是的 很大的情况,发现压力是一个很常见的因素 尤其是有些人经历那些突发性的,很强烈的压力 尤其是一种分离的压力 最多是那些,譬如有离婚,家里有人过身 总之是一种很不愉快的分离的情绪的压力之下 就是一个经常会看到的 另外一个,其实是跟我们那个遗传都有关系 对于一些孖山的人,如果一个有 有50%的机会,另一位孖山的兄弟或者姐妹都会有机会有的 好了,其他的风险呢 譬如吃烟,吃得多,喝酒,吃烟,咖啡这些 吃烟有机会加强风险和病情的严重性 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那个癫的进食多了 那为什么会有呢? 现在很多地方,那些盐里面都加了一些癫 因为有一种大颈泡,就是那个甲售丝不够 那个癫不够 所以很多地方都惯性,那些癫里面加了一些癫 那他曾经有一个很大型的研究 是跟进了一个地方的267,330人 那他就跟进他们,发现他们那个 他这个地方,因为那个癫,那个 在一个癫不够里加了癫 他们那个患病的一个人是高了的 就是10万人里面是高了4.89个新症 那就是轻微都会引起这个问题 那在治疗方面,大家都可能都听过一下 譬如我们刚才所说的,我们大家都很熟的艺人 汪明泉,对不对? 以前他很喜欢戴一个颈链,包着颈链 那就是很明显,他都很多年前,他都有甲状腺这个问题 他当时可能采取了用手术方法 那手术来多切除他 那手术有些是局部切碎 那也有些是整体切碎的 那切了之后,当然他的颈部有个疤痕 所以很多人就会带一些颈根或者颈饰物 就是盖了他的 但是最常用的方法呢 其实就是用药物吃药的方法 这个差不多是第一线的了 是 但是很多时候,那些人就用了药物之后 譬如用了几个月,用了一年这样 这样,那慢慢就好像是按下来 是 那结果呢,但是接着就停了 因为这些药物不是给你吃 几时几年再吃 那他就好了,那他又停了 停了之后呢 但是很多人呢 就几个月之后 之后呢 或者一年半了之后 他又再復回 嗯 那接着呢,他就又去吃了 就是第一线,往往都是用这种手法的 那他有时他用这些药物呢 就是医那个心跳 因为心跳特别快 嗯 所以呢,那这个就不是直接医那个甲藏线 就是医那个心跳的问题 那但是,这药物呢 很多时候呢,不成功的 就是有些人试过几轮都不行了 是 那结果呢,下一步呢 就会用什么呢 就用那个,喝癫水 嗯 那就是有辐射性的癫水 是 因为癫是会集中在我们甲藏线的 那就是有辐射性的癫呢 就会集中在甲藏线呢 就是跟那个甲藏线呢 做一个是放射的治疗了 嗯 那这个也是一个惯常用的工具 那这些手法呢 都不行的时候呢 那就切碎它了 就切碎它了 那好了,那当然呢 有些是局部切碎啦 那也都有一些呢 就是全部切碎的 那当然一全部切碎的问题呢 就你就要吃那个甲藏线素啦 嗯 因为这个是一种必需要的荷尔蒙来的 是 你身体不可能没有的 那所以看那个手术造成的 那你跟着呢 你一整天都要看着荷尔蒙的 那但是呢 有一样东西呢 大家可能不知道的 就是原来呢 是很多这些这样的 那个甲藏线呢 是会自动痊癌的 都很多下的 那我没有这个的 那个percentage 这个很难 很难 就是很难 有这样的统计 那它说呢 通常呢 18个月左右呢 很多人呢 都会自己会痊癌的 OK 那通常呢 我们怎么叫痊癌呢 就是有时候呢 你过度会痊癌 过度会痊癌呢 那慢慢地呢 它就是burn out的 就是将那个甲藏线 那个细胞呢 就是消耗了它 是是是 就是耗尽它 是是 那到它自己 就是耗尽了 是 没有了 那就平复回来 回復回正常 那很多时候呢 因为变成正常 或者呢 可能变成低 就是很多时候呢 开刀之后 吃了之后呢 都有这个可能性 那就是 很多时候我们都说呢 如果你用药去 硬去消减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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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藏线细胞 那 到它自己 那它可能自己 18个月后自己痊癌 嗯 那到那时候呢 就是因为你用药去消减它 嗯 它变成了 本身那个 甲藏线 那个 那个 线体呢 本身就已经是 减弱了 减弱了 嗯 那个 甲藏线 这些问题 通常都是年轻人 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那当然呢 在我们的持育医疗的 处理方法呢 第一都要了解 那个 风险的问题 要减低风险 那就是说 就是减压 就是了解 已经经历过什么压力呢 要自己学习减压 要去吃烟的问题 那如果你可能呢 是不小心 吃了很多这些 这样的 那个 甲藏 甲藏的呢 那都要去 要去 那当然呢 那在那个治疗期间呢 呢 最后多些休息啦 因为你都正常会累的 那有时候呢 那可能呢 晚上睡觉 睡久一点啦 啊 日后呢 可能呢 就是睡眠眼睡啦 这些很重要的 那这个就是 那个生活方法那方面去处理啦 那另外呢 在那个饮食方面 因为我们发现呢 很多这些 这些所谓 自身免疫的 那些 甲藏线的问题呢 其实很多时候呢 那些人呢 就有一些 食物敏感的 尤其是 那个glutin 那个胚胎 那个方面 那麦根 那麦根那方面的敏感的 那这些情况之后呢 那我们就会 去看看有没有这些问题 嗯 另一种叫Celiac disease 是一种肠胃的 腸舌啊 土舌啊 是 因为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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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一个症状来的 噴噴啦 腹射啦 那原来可能背后呢 是一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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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肠的问题,Celiac disease 那我就会帮病人去做一些测试 看看有什么食物敏感,去割除它 那当然,食物方面都是叫它割咖啡 有时候心跳得快,割咖啡 就是割那些含天质高的食物 包括那些含天的盐,包括那些海带 主菜、海带、海鲜等这方面的食物 食疗方面,我有什么可以帮助呢? 大家知道有些食物会对甲状腺有些压抑作用 我们叫做Goytogenic food 有些食物会令到大颈泡 即是甲低的 我们说可以试试多吃这一类食物 比如这一类食物,最主要是椰菜 Cabbage 那个白萝卜 Turnips 芥菜 Mustard greens 芥菜 都是会帮助我们按下我们甲的功能 但当然了,这个不是 它始终的成分不高 就是按甲的功能的成分不太高 但是它都是跟西洋的那类食物 用起来的份量就是要持久用 比如豆浆 多喝豆浆 豆腐 最简单就是椰菜花 就是椰菜 我觉得最简单就是榨汁 我经常觉得 因为生的效果强一点 你要用榨汁的方法 每天喝半个椰菜 每天喝半个椰菜 另外一个工具 我叫做育碱 Canadian Canadian 身体是一种安基酸一种 通常帮助我们心脏 加强我们心脏的能量 在科研上 曾经做了一个六个月长的 双重盲脏的研究 发现原来 这个安基酸 叫做Canadian 对那个 甲酷也很有帮助 当然我们有其他草盆的植物方面 曾经以前 我们也有些医生 建议吃多些海带、紫菜 甲酷应该不应该吃那么多 他们的作用就是 如果你多吃那些海带、紫菜 是帮助你燃烧得快点 嗯 就是 让它燃烧得快点 让它燃烧得快点 让它燃烧之后 那你就会自己平复下来 这样 好了 在我过去的治疗 这类的症状 其实最主要的工具 我都是用同类疗法 嗯 尤其是对甲酷那方面 同类疗法是明显很多的 往往很多时候 你用疗剂用得好的话 差不多六个礼拜 可以将指数降低一半 嗯 当然 这种问题 通常都要几个月 过去年 我都需要用几个月的时间 但是是没有得急的 所以我们在这类症状 我觉得尤其是早用下 通常就是最好的病人 就是来我们诊所用这个方法 最好就是早期不要用着药 就是不要用着药 但往往我们的病人都不是这样的 通常都是看个西医 看得好几年 吃药 吃了几轮都不行 那我就离我这儿 那当然他们最紧张 就是眼睛 眼睛了 通常在这个病之下 眼睛的肌肉会有些发胀 那也有些人呢 有些说法就是 眼后面的脂肪会聚集了 那所以形成了这个眼睛了 眼睛了 那眼睛这个问题呢 都要慢慢处理 就是当你控制了甲矿的问题之后呢 那你的眼睛呢 是要再慢慢时间的 那我们也有些同一个疗法疗劑 是可以在不同方面处理它的 那所以呢 那疗劑方面呢 真的很多的 就是我用很多很多 但是到时就要辨证 要看症状 是的 要看症状 那当然呢 其中一个疗劑呢 大家可能都告诉你 都觉得 哦 也是的 都合理的 就是什么呢 是癫 用癫 就是 可以怎么说呢 以毒公毒那样 同类相似 同类相似 是的 因为同类疗法 就是用同类相似的理论 那些呢 是其中一个呢 我经常用得着的 嗯 但当然呢 要看回很多其他的症状 是 人的体型啊 体质啊 有时用体质治疗 嗯 有时看表面的症状去到哪里 那我就来到对症下药 嗯 所以在这方面呢 其实呢 在我们的医疗 用前医疗 对于医疗 对于医疗 其实呢 我们的成功率是很高的 嗯 嗯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呢 我们有时 听到一些的 譬如常见到那些病的问题 之外 都不用一定 当然 刚才袁医生说过的了 这个医疗 这个症状呢 当你一去做炎血的时候 就很明显出来 T3、T4的指数特别高 已经确定了 就不需要再说 啊 是不是呢 是不是呢 也都可能 有时就是说 当自己觉得有少少个问题的时候 利用了这些的试检 这些测试呢 就很肯定了 就也都未必一定 说要等到 那条颈子中了 眼睛都凸出来 那时候呢 才说 哦 原来是确认了是夹矿的那些东西 那么 有了这个指数 有了这个之后的时候呢 其实 初步来说 不需要一定说 那么快去用那些的西药 好像刚才说过了 可能在这个食物上面呢 就是初期的时候 大家可能大量一些 食这些 刚才说过的那几类的食物里面 都已经可能会控制得好些 再加上 及早来到我们的诊所 医生帮你辨证狮子的时候呢 用同类疗法呢 其实可能就已经很快去的了 已经很快去可以 将它回复回的 甚至乎在医学文献上面 有时候那些病人那些病患者 他都没有真的做过任何的治疗 那些东西的时候 可能在他的饮食方面 或者各样方面的时候 做回了的 都已经可以令到 刚才说过了 将那个 甲抗的细胞呢 他自己就是 燃烧了的时候 亦都可以回复回一个正常 不需要去到用到一些 那么危险的那些 放射性的癫水啊 开刀啊 还要加上很多的后遗症 这个才是最严重的问题 今天呢 袁医生和我们的分享都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收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 遇到的问题之后 都希望大家能够 及早去医治 病向前中医 有什么情况之下 都是为自己的健康 作出最好的安排 好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做一个会诊 我们的电话号码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听众 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自然疗法语理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了 好 今天谢谢袁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